- 松滴Football! Hello 大家好 - 今集有我的Gave仔 - 有我的家樂Sir - 我們今集當然要講講 - 完了歐聯歐百分組賽之後 - 很多聯賽也有重頭戲 - 先講英超 - 講英超之前 - 當然也要追蹤我們的社交平台 - 無論是IG也好 - YouTube也好 - 亦是Facebook也好 - 記得幫我們按個訂閱鈕 - 好了 - 先講一講一場球 - 是 - 廢話少說了 - 這場比賽 - 這個打比戰 - 晚節私立試的打比戰 - 兩支都是參議員 - 就是歐聯比賽 - 結局不一樣 - 有喜有悲 - 結局不一樣 - 對於萬聯的球迷 - 基本上整個星期 - 心情都是一個桌底的 - 是嗎 - 未必找到 - 未必找到 - 這麼多年都想在歐聯 - 可以取回一些成績 - 對蘇斯克其實是很大的期望 - 球員其實一路的表現 - 慢慢會好起來的時候 - 打算可以出線 - 誰知轉過頭 - 重新回歸歐霸給別人說 - 是 - 有些波三譜都說 - 幫你換張 - 減價換張 - 即將歐聯張變了歐霸張 - 你真的看到這些消息 - 對於萬聯球迷來說 - 是一些很令人不開心的消息 - 必定是傷心的 - 畢竟是完結了頭四輪分組賽 - 萬聯還有很多 - 甚至是自家吃的回憶都出了post - 又說死亡之組 - 不是那麼難踢而已 - 9分就當時準備好了 - 誰知之後那兩場都是要輸球 - 這個是比較慘情一點的 - 至於萬聯球那邊的情況當然不一樣 - 很早已經確立了出線之間 - 手名出線 - 最後也是對著馬賽比賽 - 都很難攻勢 - 對方一個好冷球 - 另外就是球隊方面 - 斐蘭特利斯嘗試打一個 - 就是前方角色有入球進場 - 另外當然球迷最為樂見的 - 就是阿古路後備登場 - 走入球 - 不止只是打機厲害了阿古路 - 喂 告訴大家 - 他真的踢球回來的了 - 所以只顧著受傷打機 - 現在踢球都可以回來了 - 就是這件事令到球迷最為開心 - 當然了 - 這一場球能萬聯主場面對著萬聖 - 今季萬聯的主場成績漫畫地 - 即是常說萬聯保持贏球 - 但其實大部份都是來自作客的贏球而已 - 其實現在萬聯在積分榜那裡 - 其實現在也算是第六位 - 有十九分 - 但是十九分裏面 - 只有四分的分數是來自主場而已 - 當中包括三分是一比零 - 贏這個主場的西暴龍 - 大部份是作客的五連勝 - 基本上那裡十五分 - 每次也是先失球 - 再後上贏回對手 - 即是這些是 - 我自己覺得 - 這些其實是否很開心呢 - 其實也不是的 - 因為為什麼你要每次都後上才贏呢 - 而不可以一開始做好的防守 - 不失球 - 贏一場 - 簡單利落的勝仗 - 二比零 - 現在其實有幾堆球在做這件事 - 包括其實的對手 - 萬成 - 其實你對上兩場球 - 都是一路零失球 - 有兩球入球 - 基本上一場球是控制到的 - 即是知道他不會失球 - 亦都入到球 - 亦都贏了球 - 另外一隊就是我們遲些會說的馬體會 - 亦都是失球很少 - 贏球是很穩困的 - 一比零 二比零 - 反而作為一個教練 - 或者萬聯的球迷 - 我自己希望看到 - 永遠是後射 - 每次都是說 - 一失球一定是後衛的責任 - 其實大家有這麼多的萬聯球迷 - 是萬聯球迷也好 - 不是萬聯球迷也好 - 都會說萬聯的防守是差的 - 包括幾位的隊長 - 麥加雅 - 田迪洛夫 - 文美沙卡 - 只是懂手 - 不懂攻 - 接著可能泰里斯 - 又是未融入球隊 - 甚至到龍門迪基亞方面 - 上一場的聯賽 - 半場雙出 - 轉過頭換了 - 軒達成回去 - 就贏了 - 會有球迷會覺得 - 後防換人 - 換人 - 但其實換人 - 未必可以改變到戰績 - 當然了 - 你說到換人方面 - 這場比賽 - 大家都要拿回 - 之前的勾聯賽池做參考 - 蘇斯塔塔 - 落後也沒辦法了 - 改變不了了 - 雖然落後三球那麼多 - 隊伍好像才懂得醒 - 對著阿比羅比石 - 但是 - 換那些人 - 人們也有說 - 為什麼有欣蝦路 - 占士又不出 - 馬達也不出 - 經常都覺得 - 其實我們要前鋒 - 當然了 - 卡倫尼受傷 - 馬拉斯亞受傷 - 無論如何都要用前鋒 - 又有欣蝦路又不用 - 當然欣蝦路的狀態 - 其實是因為沒有被他踢 - 所以其實是沒有什麼狀態 - 丹尼爾詹姆斯 - 其實在歐聯 - 你看他其實是比他踢得少 - 因為例如 - 你看蘇斯塔塔 - 比較相信一些 - 曾經是踢過歐聯的球員 - 包括 - 包括卡倫尼 - 馬達 - 輝特 - 以及 - 雲迪碧克 - 通常都會比他踢得少 - 歐聯那邊 - 有些球員 - 會專門留在英超那邊踢的 - 上一場 - 當然 - 你說換人那裡 - 其中一個大家最討論的一個點 - 就是普巴 - 因為其實普巴上一場 - 亦都說 - 叫做有個入球 - 其實那一場入球 - 我覺得不太直接 - 不太算他 - 像頂了別人 - 最後是 - 即是有個動作 - 後衛有個動作 - 將我的球 - 改變了方向入球 - 但其實你見普巴那個 - 走動 - 參與球賽 - 其實不是沒有 - 但是不會比 - 班奴霍迪斯多 - 所以其實很多的 - 即是我自己看回 - 近幾場球 - 曼聯呢 - 其實這兩位球員 - 經常要對比 - 因為大家看我的新聞 - 普巴亦都說 - 如果要我留隊 - 我就一定要踢 - 班奴霍迪斯的位置 - 我才可以 - 即是他有少少 - 怎麽說 - 好似 - 好似 - 好似 - 覺得班奴 - 其實不是那麽好 - 其實我是比他好 - 但事實 - 大家這麽多的球迷都看到 - 即是他表現 - 例如上一場的聯賽 - 班奴一半場 - 轉過頭已經入三球 - 全部都是他有份 - 即是其實普巴 - 大家這麽多人都看 - 一些比較傲慢 - 喜歡表演的球員 - 我們是比較實際的球員 - 所以就說 - 普巴這場球 - 大家如果記得看過曼聯的 - 即是曼士的打比 - 其實普巴有幾次是做一個 - 做主角的 - 因為他也曾經 - 入過球 - 對這些曼士的打比 - 做過助攻 - 如果大家記得 - 一個頭槌 - 入球是贏這一個 - 即是兩球 - 贏曼城 - 贏曼城 - 並不是說踢足 - 沒了踢足三十分鐘 - 所以我自己覺得有機會 - 其實想把普巴留在這場球 - 正選上陣 - 所以儘管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- 但是普巴留在這場球 - 大家球迷經常都會想 - 其實他下了場 - 通常都是踢得不好很多 - 踢得好是個bonus - 踢得不好就換了 - 很多這些事情發生 - 曼聯這裏就講了少少 - 都可以留意多些曼城方面的情況 - 阿古露看過情況 - 我想正選機會其實都有 - 上次被他踢了二十多分鐘的時間 - 拿一拿的狀態 - 也馬上找到入球 - 這位射手絕對沒有問題 - 相信未到十足 - 哥迪奧拉都要用 - 因為很需要一個正中風的球員在這中間 - 另外就 - 見到逆風方面 - 其實馬列斯的表現都開始幫到球隊 - 表現得非常之好 - 絕對在逆風方面 - 會覺得繼續起用這位球員也是可以 - 後防方面 - 當然之前歐聯的比賽 - 用Eric Garcia - 艾利加西亞 - 搭檔著拉破定 - 左閘反而用利多艾基 - 反而就是中堅那裏 - 要看看會不會轉回 - 何賓迪亞斯 - 或者叫魯賓迪亞斯 - 這一點都不奇怪 - 但大致上 - 在一個雙兵情況的比較 - 其實萬成 - 嚴格來說是沒有什麼雙兵 - 其實人腳是很齊 - 而相反 - 萬聯叫做 - 馬斯亞報稱受傷 - 不肯定是否真的 - 可能是少少懲罰性的 - 是 - 一雙了就只能投入 - 就贏了 - 馬斯亞 - 卡文尼就說 - 也是有雙的情況 - 蘇爾又說受傷 - 這些都可以說是 - 平時的正選的人腳 - 都有一個受傷的情況 - 這樣相比之下 - 會不會覺得這場比賽 - 再加上萬聯的今季主場 - 的確很一般 - 會看好萬成嗎 - 現在說一下賽果預測 - 先說一下剛才的萬聯 - 即是萬成的陣容 - 萬成的陣容其實挺有趣的 - 如果大家有留意 - 上一個星期 - 萬成2比0贏富咸的賽事 - 戈迪奧納在比賽中 - 是沒有做任何的換人調動 - 是因為他原本是想 - 將那些球員 - 希望這11個球員 - 踢完這個聯賽 - 之後週中的歐聯 - 會出另外11個人去踢 - 看回週中的出場陣容 - 他有10個調動 - 包括連門將 - 用了一個首次出場的 - 叫做史迪奧納 - 或是史迪奧納 - 即是甘道賀是唯一一個 - 踢完兩場賽事 - 但甘道賀其實在半場 - 已經被史拉玲換了 - 很明顯是會用的 - 是的 - 所以這群球員其實挺新鮮的 - 即是五天入面兩賽 - 五天兩賽 - 裡面基本上 - 球員最多是踢120分鐘 - 所以球員是對比 - 你說萬聯那邊 - 是比較新鮮的 - 而且再加上一些好消息 - 阿古路又可以無歸 - 甚至加比爾至西斯 - 上場也沒有踢到 - 也都隨時準備好 - 所以我自己覺得 - 萬成那班人是比較新鮮的 - 但對比回萬聯 - 萬聯剛剛輸了一場很重要的球 - 心態上是差的 - 因為他們出了局 - 出了局之後 - 是不是立刻可以這麼快 - 重整一個心態 - 在一場這麼大的比賽裏面 - 可以立刻拿回時機回來 - 贏回這三分 - 不容易 - 因為他們其實都累 - 其實坦白說 - 剛剛那個星期 - 但他們這三分 - 即是歐聯出線的三分 - 或者一分 - 是必要的 - 但他們輸了這一場球 - 接著再去踢一場 - 叫萬事的打比 - 心態和心理上 - 身體都很累 - 所以呢 - 我自己當然了 - 萬聯球迷 - 但其實我自己 - 今個星期真的不太看好 - 萬聯可以贏到對手 - 萬聯屬於之前做一下比賽 - 州居勞頓一點 - 至於萬成是歐聯之前主場 - 後來的下 - 其實萬聯叫回主場 - 但是 - 加勒老師說 - 之前那個聯賽四連勝的走勢 - 是不是真的因為這場敗仗而言 - 而是虧了氣 - 萬成就真是沒有了甜頭 - 我自己的感覺都是 - 我都較為看好萬成一點的 - 因為的確在前線人腳方面 - 好像怎樣都拼不到最好 - 而加上那些雙兵 - 也有些影響 - 如果你說卡雲地 - 這些那麼強的Plan B - 還有萬聯屬極需要Plan B - 好像謀卑Plan B才是Plan A - 永遠都是這樣的 - 算過才有些..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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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算過才有些贏... - 算過才有些贏... - 這場比賽可能都會很激烈 - 但是呢... - 激烈在於入球數字可能會有多 - 因為大家過往都比較喜歡開放式一些 - 在打比戰場的交手 - 所以個人感覺... - 萬成作客2比1啦 - 我再補充一點 - 其實... - 足球球賽其實很講求球隊表現的穩定性 - 尤其是近來... - 其實萬成一開始的開季是開得不好的 - 但是現在一路一路... - 在聯賽... - 在歐聯的穩定性其實一路都出現了 - 有很多沒有失球的賽事 - 表現也開始翻回以前... - 即是... - 叫做予取予葵的一個萬成 - 因為有時贏5比0 - 對富行那場球... - 又是基本上... - 知道不會輸球了... - 是可能入兩球還是入五球而已 - 他們的表現其實一路好下去的時候... - 對著這個穩定性... - 萬聯的表現是非常之不穩定的 - 對了... - 主場又說沒有一定要贏球 - 有些很重要的比賽轉過頭就輸了 - 所以... - 但當然... - 要經常說就是... - 蘇斯克查每次每次... - 在這些情況下... - 都會突然... - 那個系統... - 對了... - 你想罵他... - 他就連贏幾場... - 然後你有希望... - 他就輸了... - 轉過頭就上去了... - 但要看一下... - 其實有沒有能力去做這件事... - 因為其實他們冰皮... - 始終是一群鬼... - 那個心態都不是好的時候... - 人腳又不是特別好... - 因為有幾個受傷... - 所以我覺得比較難... - 我就不猜比數了... - 我就覺得萬成今場贏球... - 嗯... - 覺得萬成今場贏球... - 好... - 看看我們的講法準不準... -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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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.. - 原本就說5射3中2入球... - 最終是6射3中2入球... - 嘩... - 又看見我們今次的預測... - 又行為準確了... - 下次見! - 嘩..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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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